疑似是煞车失灵 营养成了追撞事故 在高雄原名苏信司机 13号一大早 他驾驶的沙石车 疑似是煞车出了问题 先撞击到电线杆 随后撞上对向车道的运水车 再碰撞前方三名骑士 而运水车遭撞上之后 也波及到了后方两台机车 而这起事故 总共造成五名骑士受伤 运水车行驶道路上 才来到转弯处 没想到下一秒 一辆沙石车却突然冲出 只见沙石车先是撞击电线杆 再撞上运水车后 还波及前方机车 而运水车被撞当下 后方骑士纷纷逃离 直到沙石车撞击工厂墙壁 事故这才结束 车祸现场触目惊心 运水车车头凹陷 沙石车车轮卡在水沟 遭到波及的多部机车破损严重 车壳零件失散 仅销货报道场也赶紧将伤者送医 事发在13号早上7点多 高雄小港区三边路 当时速信司机开着沙石车 疑似半路刹车失灵 他先自撞电线杆 撞上对向车道的运水车后 再碰撞前方三辆机车 而水车遭撞击后 也波及后放两名男骑士 这起事故一共造成五名骑士受伤 其中一人右脚骨折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照市驾驶没有酒驾 车祸原因人带离青 只是正值上班巅峰时间 沙石车司机不胜量货 这一状也打乱许多人原本的工作行程 记者王超群徐轩荣 高雄采访报道